小阳哥爸爸 小阳哥爸爸 大家好我是小阳哥爸爸 我跟小阳哥今天 来加日福 要买一些东西 然后昨天买他的鞋子 有点大所以 来换我故意很早 来了现在早上 不到早上9点 所以 大部分的店面都还没开 然后现在的时间几乎没有人 我又试试看给他 戴口罩练习 可是他目前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带 奶爵不给他随便洗手 你要换鞋子 昨天买的可是有点大 要换小是吗 小阳哥这边昨天 被蚊子订了 这个40号 应该13号 13号 这个有点大 拿这个然后拿这个鞋子 好谢谢 我现在要来买 小阳哥宝宝串的材料 今天我要买 很落魄 还有牛肉 老婆接点减肥 刚才买一个沙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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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想睡了 要拿鞋子 我知道 他这个 那个小姐拿进去说 他的13号 你不是要换13号吗 他13号现在目前没有 是哦 就看你是要先退掉 换新的 别的东西 别的鞋子 还是 你要等 因为他是下个礼拜 才会再次进货 刚才他的鞋子 他说现在现场没有货 所以 他们帮我订 可能要等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火到的时候 他们会再联络我 小两个睡着了 这是今天小两个的无产 这是上次韩国妈妈寄给我的 韩文宝宝禅书 这个材料 白饭 还有牛肉 萝卜 南瓜 还有花野菜 这其实 平常 我给小两个吃的东西 嗯 其实差不多 可是不一样的是 他 有夹 萝卜 我是饭里面没有夹过萝卜 用萝卜 做宝宝尝看看 这个书上说 萝卜是对小宝贝 有便秘的小孩子 或是 常常肚子 不舒服 吃萝卜的话 可能会帮忙 我先 萝卜 南瓜 这 不知道找什么名字 我今天没有花野菜 所以要用这个 还有 牛肉 先这些要洗干净 然后煮一煮 要先泼萝卜的屁 这是小两个今天的午餐 然后算上的放在这边 然后下次再吃 小两个去哪里了 小两个不见 诶 有缘 哈哈哈 他们呢 再一次 他们呢 哦 小两个 诶不见了 去哪里了 小两个 诶 有缘 哈哈 诶 又不见了 小两个 小两个 你们看得到小两个吗 小两个 诶 诶 有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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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次 哦诶 小两个去哪里了 小两个 小两个 诶 诶 有缘 哈哈 哈哈 诶 小两个又不见了 小两个去哪里了 可以吗 诶 有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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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两个吃得还不错 可是我又发现 其实小两个肚子饿的时候 什么都吃得很好 只有白饭给他吃也吃得很好 那个 我刚才看的那一本书也是说的 如果要好好给小宝贝吃饭 要固定时间给他吃饭 还有吃灵爵 因为小宝贝很聪明 他们都知道 现在我不要吃饭 没关系 等一下 有更好吃的电行之类的 那 那一本书说 小宝贝 也需要 小宝贝 也需要 小宝贝 也需要 血 忍耐一下 肚子饿 好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到这里 非常感谢今天也来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们按赞 还有订阅我们小宝贝 拜拜 Kanami 安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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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妞